歡迎收看 iSEN SHOW體操 又到了我們體操 動作講解時間 那今天要講解的動作呢 是 側翻內轉 如果你有在玩體操 或者是練體操的人都知道 側翻內轉 它是一個連接動作所需要的 一個最重要的動作之一 可以看到體操動作裡面 有很多的空翻兩圈 或者是轉體兩圈以上的動作 都需要經過側翻內轉 來做一個加速 那它後面才可以放出 它所需要的大絕招 我們可以看到最基礎的連招 就是側翻內轉 接一個後手翻 再接一個空翻 在接空翻之前 有些人 他會放一個後手翻 但有些人他不放後手翻 放不放後手翻呢 就看他個人 因為 有些是因為他比賽的動作需求 所以他前面要放一個後手翻 但現在大部分的趨勢都是 直接用側翻內轉去接動作 側翻內轉 其實它跟側翻的形態有點像 只是他們做完面向的部位不太一樣 側翻它是面向側面 那側翻內轉呢 它是面向後面 這一邊我會把側翻內轉 拆成4個動作分解 以目標就是要做連接 側翻內轉後手後空 或者是側翻內轉後手翻 以上的連接 去做一個講解 那我們就不如說進入主題時間 GO 第一個我要講解的動作要領是 下手 下手下的正不正 會跟你的動作路徑有非常大的關係 如果你在開始前 下手就已經歪掉了 那可以百分之百的確定 你這一個動作連串 一定會大歪特歪 那下手我們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你可以在你起跳的時候 或者是平常在練習原地的側翻內轉時 先把你的手放平 因為放平 它就是你的瞄準器 要在你視線看得到的地方 放平 下手 對準你準備要撐的位置後 再去做一個翻轉動作 來踢側翻內轉 像我目前上課都會請學生 把他們雙手放平 讓他們眼睛的視線 可以看到他們的雙手 那在下手之後呢 旁邊會再放兩塊墊子 讓他的余光去瞄準這個位置 像我之前有一集側翻講的 雙手一定要過自己的膝蓋 過膝蓋後 你再去做一個翻轉 那就已經確保你的雙手已經 準備往下撐是對正的 在這個同時 再去做一個踢腳的時候 你去翻就不容易歪掉 第二個要注意的重點 就是你的前腳 我們一定會有一隻習慣腳 就是你弓箭步跨出去的那一隻腳 要踢倒力的那一隻腳 或者是你要做側翻的那一隻腳 前面腳 你可以幫我注意你的大拇指 有沒有對準正前方 如果有對準正前方的人 在下手做 基本上有80% 90% 都不會歪掉 這一點很容易出現一個失誤 就是我們做原地的時候是對準的 因為你是沒有動力的狀態下去做 所以你是對準好好的去做 OK 那這個大致上是不太會歪 那為什麼加一個起跳 或者是助跑去墊步做的時候 就歪掉了呢 那如果你有在錄影自己的動作的話 你可以去看你的前腳 是不是在起跳的時候 踩出去你的大拇指 就已經沒有對準前面了呢 所以這可以結合第一個重點 雙手拿出來當你的瞄準器 它是一個對準動作 那再加上你的大拇指 也對準正前方 基本上你有正常的踢腳 是絕對不會歪的 接下來第三點我們要聊的是 擺腳 擺腳擺的高擺的快 就跟你在下手有沒有正常的跳起來 有一點關聯 當你前面已經確保正常的下手 後面再加上這個快速的踢腳 那你的側翻內轉就可以達到一個最高速 去做一個邊打後 準備來接你後面要接的空翻動作 擺腳的重點 第一個除了要用力踢之外 第二個就是跟你的基本功有關係 所以導力一定要練好 因為擺腳高不高 會跟你的路徑有很大的關係 你如果沒踢高 踢的是歪一邊 那就算你手撐的正 腳踩的正 你的高度還是會從旁邊橫切面的去掃進去 你不會由正面踢高起來去接動作 那你的側翻內轉 在接後續的動作就很容易天理軌道 所以這一點你可能就要去找一個牆壁 去練後腳踢到力的動作 去踢牆壁 那後腳踢高碰到牆壁 下來踩正 看你的面向有沒有歪來歪去 那這個踢是要有力道的踢 而不是控制的 因為我們今天練的是側翻內轉的加速 而不是控制倒力 所以一定要注意後腳伸直用力的擺 讓它有速度的去提高 所以第三點其實很簡單的 它就是用力的跳 用力的踢 只要你踢正沒有歪 基本上這個技術就沒有問題 那這個方面就要取決於你願不願意用力跳 因為這個沒有技術問題 所以就算有教練在 它也沒有防不了你 因為你一定要自己去用力的跳 跟用力的擺動它 去做一個加速動作 我們來講最後一個重點 它是側翻內轉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動作 就是折腰及邊打 今天你的手已經擺正了 前腳踩正了 後腳也踢高了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的側翻內轉 還是加不出速度呢 因為它少了一個折腰及邊打 側翻內轉踢過去之後 我們會習慣做一個折腰的動作 因為它要準備甩下來 就好比說 如果你有練過兔子跳的話 兔跳起來它會是一個折腰動作 那折腰動作 它在往下甩 準備做下一個的時候 它是做一個加速用 那側翻內轉過去後 就有點像兔跳的後半段 經過折腰 往下甩去做一個邊打後 彈起來準備接你要接的動作 但是這一點會攸關於 個人的柔軟度問題 所以為什麼要這樣去練下腰動作 或者是你要去躺一些輪胎 或者是躺一些八角球 去拉一下你的腰 讓你的腰能夠有一個弧度 甚至是地上躺下來的橋形撐 你也一定要會 腰的柔軟度有 你才有空間去做折腰邊打 不然其實這個動作 對一般人來說 很容易傷到自己的腰 這個動作也可以說 是一個協調性的問題 折腰及甩腳都有了 那你在做側翻內轉的過去後半段 你就可以去用力的加速 來準備做你要放的大絕招 OK 以上四個重點 你如果都有一一的 去把它特別的注意 該下手的時候注意 前面的腳注意 後面的腳用力提高注意 最後的折腰邊打注意 那你可以說側翻內轉 已經拿在你的手上 那你就可以準備去發展 你後面的高難度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動作講解 側翻內轉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愛神 我們下次見 掰掰